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从菜市场买了几条黄骨鱼回来吃 我们的黄骨鱼味道鲜美 而且非常的好吃 肉质也很嫩 很多人都喜欢吃 可是做起来呢又很麻烦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做黄骨鱼的小技巧 做出来的鱼肉鲜嫩入味而且不腥 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黄骨鱼 要稍微给大家清洗一下上面的血水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旁 我们先来准备一些小料 切点葱段 再来切点姜片 再来剥两个蒜子 我们把这样子轻轻一捏 中间开条缝 就可以很轻松的剥开了 我们可以切厚一点 放到碗里面备用 这样我们的小料就准备好了 我们起锅烧油 先下入一点油 把锅润一下 我们黄骨鱼不管是烧汤或者是红烧 还是香煎 我们都要先把它煎一下 这样有效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我们煎鱼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油烧热 油烧热后我们调小火 然后像这样 拿住黄骨鱼 一直手拿尾 然后慢慢的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了之后 一定不要动它 怎么让它煎得更均匀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动锅 动用锅 稍微往下面压一下 或者往上面移一下 看你需要煎哪个部位 我们就把锅放向那边 让我们油温煎了它就可以了 先来煎至定型 煎至定型后 我们稍微轻轻的放下锅 然后换一个面来煎 如果不会翻锅的朋友 可以用筷子 把它夹一下翻下面 我们在煎鱼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经常的去晃动它 或者翻动它 这样会使我们鱼身的鱼肉脱落 而且有点翻掉 这样会影响美观 我们在买黄骨鱼的时候 一定要挑那些黄的颜色比较重一点的 而且用手轻轻一抹 它的颜色不会掉的鱼 说明我们的鱼买得比较好 现在很少有野生的黄骨鱼 野生的黄骨鱼呢 其实它大小是比较大 有些大有些小的 不像我们买得到那种鱼鱼的黄骨 它大小是一致的 我们的鱼煎成型之后 我们下入我们的小料 姜片 葱段 蒜子 小米辣 把我们的小料翻炒均匀 现在我们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豆瓣酱 一勺蚝油 三勺酱油 加一勺白糖提鲜 再来一点胡椒粉 去腥风香 现在鱼已经定型了 我们把它翻炒一下 把我们的料炒匀 炒匀之后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我们准备一瓶啤酒 往里面倒 我们的黄骨鱼 用酒烧出来的 才是最鲜 而且最香的 可以有效去除它的土腥味 我们开大火 把它焖个8分钟 我们再准备一个青椒 把它掰下去 用手掰的青椒才有灵魂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猪油 这样我们煮出来的汤 更加浓郁 我们的黄骨鱼烧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汤汁收一下 我们轻轻地把鱼往前推 锅往下面压 舀一勺汤 这样充分地淋在我们的鱼上面 把它再次烧开 我们可以关火出锅 我们先把鱼装出来 再把汁水倒进去 我们再拿点葱花和红椒 散在上面 这样一道红焖黄骨鱼就做好了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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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